第1280集 运筹帷幄 莫天机突然站住 微笑问道 敢问丽公子贵庚 丽觉脸色灰了一下 虚度三十有六 莫天机淡然说道 哦,你三十六,我二十二 若是按年龄来算 其实我应该叫你叔叔的 如今听你叫我大哥 这心里怪怪的 一边的标不通嘎嘎嘎大笑 几乎喘不过气来 丽觉的眸子中闪过一丝隐约的愤怒 但莫兄的成就 却是让哪怕是数万岁的也望尘莫及啊 学无前后,达者为先啊 莫天机淡淡说道 是啊 瞄不通在一边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丽公子啊 既然如此 你认为莫天机比你高出多少了 最少也有几年的水平吗 丽觉压下火气 几年的水平岂不是小看了莫兄 莫兄在智谋上最少要高过我万年的修为 那是绝无问题的 莫兄的天才天下皆知 何必多做争论呢 哈哈哈哈 什么 既然比你高出了万多年 那你就更不应该叫他莫兄了 你应该叫他祖宗才对呀 莫祖宗 丽觉大怒 敢问 苗兄与莫兄相比 又相差多少 苗不通黑黑一笑 莫天机比我差远了 最少也差了几年的活儿吧 莫天机汗手 不错 不通比我可强多了 至于利兄也是过于抬高了我那么一点点 言下之意就是 没错 我很谦虚 我绝对没有超过你一万多年 但是超过你几千年还是有把握的 所以你叫我老祖宗貌似也说得过去 李觉自然不是傻子 他当然听得出莫天机的言中之意 眼中锐利的光芒闪了闪 心中暗暗发狠 妈的 不要以为你是九节之一就了不起 等到李雄徒死了 老子成为九节之一 看老子整不死你们两个混蛋 三人都是和跃的微笑着往前走 苗不通悄悄的传言莫天机 哎 我以为你要虚语猬蛇呢 哎 利雄徒是个英雄 我虽然要利用 但是不可示了尊敬 并且他的心愿 我也想烧尽些绵薄之力 为他争取一下 他顿了顿 做人总要有底线的 苗不通冷笑 但是现在看来 你的争取似乎没用啊 莫天机不动声色的传言 纵然争取不来 也比身边天天跟着个苍蝇要好啊 秘诀野心很大 待到利雄徒那边 发展到不肯收拾的时候 再来虚语猬蛇 也不迟 苗不通诧异道 但是你我已经将利雀得罪死了 到时候他怎么 呵呵呵 利雀现在就是一条狗 只要我手里有肉 就算我狂揣他八百脚 但他想要吃肉的时候 他还是要在我身前摇尾巴的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便是如此 苗不通几乎笑出声来 一边 利雀诧异的看着苗不通 突然间眉飞色舞 不由的问道 苗兄想起什么这么高兴啊 苗不通忍住了笑 啊 我想起来小时候养过了一条狗 听话的很啊 好狗啊 利雀点头 是啊 有时候狗养熟了 比人还要可靠 苗不通人脸点头 是的 是的 随后传音某天机 你猜利雄图 被他们安排去了哪了 这次的任务应该不假 但是只要利雄图出一次任务 那就有无穷无尽的任务在等着他 终有一天 他会被利家害死 这是一定的 今天利绝若是不来 利雄图无事 但利绝既然来了 那就证明 利家已经想要放弃利雄图 那你为何要让奥歇云留下 苗不通大后不解 想要其灭亡 必先要其疯狂 莫天机沉着脸传音 梦欢欢是利雄图的软肋 利雄图短时间内 还不一定有大事 但是利家对孟欢欢的下手 却是随时随地 孟欢欢一死 利雄图必定崩溃 到那时不用别人陷害 他自己都会去战死 苗不通 正在绣着一条手帕 奥歇云站在无耻之外 欣赏了一下 弟妹真是心灵手巧啊 孟欢欢啊了一声 站起身来 奥 奥大哥没有一起前去吗 啊 我很累 想要休息一下 原来如此 我去给大哥奉茶 不必了 不必了 随后似乎想起了什么 弟妹很是文雅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奥大哥说笑了 欢欢只是个寻常女子 家中还有爹娘 二老年事已高 而且没有修为 所以暂时住在外面 哦 看来住得不远吧 嗯 不远 不过也不近 三百多里吧 奥歇云摁了一声 旁敲侧击地询问 一副无意的样子 但是孟欢欢 哪里有奥歇云的阅历 三言两语之间 就被奥歇云 将所有的资料 全部套了出来 随后奥歇云告辞 回到房中 仔细地思索 至尊神识 却将整个小院 全部笼罩起来 奥歇云对自己的职责 很是明白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cfc8.com 三路大军 莫天吉看着面前的 敌情分布图 看着雪花般飞来的情报 一张张的弹开 啪啪啪 几根细细的钢针飞出 分门别类的定在一起 光是这一手 李家李吴波等人 就是心中一灵 果然不凡 莫天吉一个出手 将扑朔迷离的局势 瞬间就变得清楚 石家往这里 肖家往这边 还有陈家在这里 莫天吉皱着眉头 陈家乃是单独一路 但石家与肖家的线路 却只隔着两座山 而这三个位置 都有丽家人镇守 看这种情况和声势 帝武清柔 应该只是想要 拔掉其中的一处 绝对不可能是三个点 全都拔掉 对 我们也在考虑 对方的目标 应该就是其中的一处 李吴波说道 这种战术 对方已经用过多次 但是我们每次应对 都会出现错误 根本接触不到 对方的主力啊 等到幡然醒悟的时候 已经是时过境迁 莫天吉淡淡说道 他们本来就可以 随时变化的 说完 手指在地图上 缓缓移动 一下子点在一个位置 这里 众人愕然 对方三路人马 利剑一般射来 各自有各自的目标 正是人心惶惶之际 莫天吉的这根手指头 确实指向了 第四个目标 三个李家的堡垒 白雪崖 吴公岭 英仇峰 只要攻下任何一个 就可以在李家的中心腹地 打下一个钉子 站稳脚跟 从而 后续大军源源不断的进来 造成进一步的灵魄 但是莫天吉现在指着的 却是在三个目标 更前一步的梨花坡 这个地方 旁边都是那种 无法撼动的山脉 目前看来 可以说是没有半点价值 李家也只是派了几个圣集 在这儿浮衍了事而已 更何况 这里相比较三大据点来说 乃是比较偏僻的 准备好人手 起码六十位至尊的人手 这一战 要不惜一切代价 吃掉石家 石家 李乌波不由得两眼一鼓 石家在最右边呢 这里却是最左边呢 按我说的做 李乌波有些迟疑 敢问莫师兄 这是为何 莫天机道 那三个巨点失去 会造成拉锯战 不管敌我双方 都会全力攻守 这对于对方的军事来说 乃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而对方一直采用的计策 就是温水煮青蛙 他们也在保存实力 所以不会选择硬拼的 而这里对双方来说都不起呀 所以纵然被对方占取 李家也不会拼命 莫天机说到这儿 大家都点了点头 对呀 没什么价值的地方 拼命做什么 莫天机随手写下了五个地名 在桌子上一字形排开 稍有错落 依次是梨花坡 白雪崖 乌公岭 鹰愁风 馒头霞 但若是占据了这里的梨花坡之后 再占据这里的馒头霞呢 莫天机指向另一个死角 馒头霞 同样是不被人看中的 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他刚才指出的梨花坡 正是一左一右往里延伸 众人皱起眉头 若是你们还看不出来 那么占领了梨花坡和馒头霞 这两处之后 立即攻占中间的这个吴公岭呢 莫天机这才指着最中间的 敌人摆出架势 貌似是拼死也要拿下的巨点 吴公岭 众人脸色全都变了 原本毫无用处的两个巨点 在被占据了吴公岭之后 立刻就凌厉起来 形成一个战斗堡垒 三角形的战斗群体 而且和白雪崖 鹰抽风 都造成两面夹击的态势 若是这两个巨点 各自把守一个家族的精兵 然后在中间强势攻下吴公岭 那么三个点就形成了守望相助 尽可攻退和守 而敌人的援兵就可以源源不断 我们没有任何手段阻止 最终的结果 只能是放弃这个吴公岭的争夺 而放弃之后 形势逼人 吴公岭左右的白雪崖和鹰抽风 两个巨点 就陷入四面为敌的尴尬境地 也都要拱手让人 因为已经守不住了 勉强要守 也只不过是不断地填进去人命 那样 那里就成了敌人的一个绞肉机 所以只能放弃 一个放弃 敌人就一下子占领了五个据点 从而就形成真正的全面封锁 而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一些主动 那就是 从这五个地方 我们仍然可以进出 但是这里全盘被封锁之后 等于是 我们从大海中 被赶进了一个池塘里 除了往里退 再也出不去了 莫天机拿下两根毛笔 左右各放一只 而这两座山脉 一座挨着梨花坡 一座挨着满头侠 都是万丈高峰 而且不同于其他山脉 就算九品至尊 也绝对无法撼动 莫天机的心中 不由得有些鄙视 难怪你们被帝五轻柔 打成这个样子 一个个都是人头猪脑 要是跟楚阳商议这些事情 一个眼神就够了 跟你们还要长篇大论的解释 第一千二百八十几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请开启